等一下喔 一點愛情 富人倒在路邊 頭部血流不止 一旁熱心的民眾 趕緊上前摻扶 拿了紗布 幫忙止血 救護人員到場 趕緊替他消毒包紮送醫 我這邊也有 頭部受創的富人 躺在病床上 表情痛苦 回想案發當時 他正要去買菜 不知道怎麼走到一半 突然倒地 被送醫院後 醫師幫他縫了17針 經過路人告知 才知道自己被掉落的鋁瘡 砸中頭部 原來26日上午10點多 60歲的林姓夫人 行經光華國宅前 不慎被14樓掉落的鋁瘡 不偏不倚砸中頭部 當場血流不止 送醫之後 縫了17針才保住一命 那麼一般常人洗穿物 我們需要會放在地上 還是牆上掛著吧 他放在那個花架上面 那個空氣很大嘛 就滑下來了 滑下來就砸到12樓的 那個遮陽盆 遮陽盆給打來一個洞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基隆連日來大雨不斷 26號終於放晴 民眾把握好天氣 清洗紗窗 沒想到就出了意外 就不走這裡 為什麼 因為怕 萬一又瘋啊 又砸下來的話怎麼辦 在這個罪障上面 它這個不勝窗戶掉下來 是屬於過失傷害的範疇 富人頭部被鋁瘡狠狠砸中 頭部有腦震盪 還在住院觀察 後續賠償及責任歸屬 雙方還要再進一步的協調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